Shock The System The Undisputed Era 一个由四位来自独立圈的超级精英组成的龙奥天团体 他们无庸置疑绝对是NXT史上最伟大的多人团体 在我个人看来 他们甚至是整个摔角史上最经典的Faction 而今天要介绍的主角就是当中的一位成员 Rotherick Strong 有异于其他三人的地方是 Undisputed Era是和Adam Cole的debut一同成立的 Rotherick Strong则是在后来才作为第四位成员加入该团体的 他在独立圈打拼了将近15年的时间 曾经效率过的联盟有IPW、NWA、FIP和PWG等等等等 Rotherick Strong也曾经在05年一次性出席在WWE的Snackdown节目 在独立圈里算是拥有不容小觑的人气 在2016年6月25号 打完了他在Ring of Honor的最后一场比赛后 线上了一段告别演说 结束了他和Ring of Honor长达13年的合作 之后的某一天里他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里的另一头问他有没有意思要加入NXT呢? 就这样 Rotherick Strong进军了WWE 2016年10月19日 Rotherick Strong初次在NXT亮相 作为Austin Aris的搭档 参与了第一回合的Dusty Rhodes 创达经典键标赛 Rody和Austin Aris两人早在过去就有组过队 甚至是互相交手过的经验 在Rotherick Strong的Debut把有丰富合作经验的两人配对在一起 对Rody而言或许是个再好不过的上策 在那晚他们成功淘汰了Ottis和Tucker 原本以为官方会将他们打造成一组震荡的双打 但尴尬的是 两人还没机会发展出更多的成就 Austin Aris就因为患伤而短时间内无法进行任何赛事 导致官方在后来只能让Rody在NXT独自单飞 虽然Rody以正派的形象演出难免会让一些观众不习惯 许多人包括Rody本身都觉得反派才是他最自然的本质 不过粉丝们依然在背后热烈地支持着他 2017年1月28号 Rody参与了生涯第一场的NXT TakeOver比赛 并在当晚击败了Andrade 在获得了第一场TakeOver比赛的胜利后 Roderic Strong和No Way Jose 以及Tai Dillinger联手与Sanity发生了恩怨 在同年的NXT TakeOver Chicago 他战胜了Eric Young 值得注意的是 Rody是首个以压制的方式让Eric Young吃下败仗的人 再来Rody就开始向NXT冠军发出挑战 试图登上NXT最顶尖的地位 不过可惜这场冠军赛 Rody最终还是不敌巴比瑞 两人很快又在8月30号的NXT在擂台上再次碰面 而这一次反而是Rodhry Strong打败了Bobby 把BobbyRude从NXT送走去到SmackDown 但是在Rodhry Strong吸收了之前的血迟之后 他却开始经历了一连串的连败 也就是在这时 Rodhry Strong渐渐和Undisputed Era扯上了关系 在某一集的NXT Undisputed Era找上了才刚刚战败的Rodhry Strong Adam Cole将Undisputed Era的闭环递给了他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Undisputed Era都不断地在试图拉拢Rodhry Strong加入他们 那在11月1号的NXT Rodhry在三人面前戴上了Undisputed Era的闭环 看似决定和三人结盟 但结果却Attack起了Undisputed Era 后来William Riegel就将Undisputed Era Sanity和AOP以及Rodhry 放进了一场重启的比赛对决 而所谓重启的比赛就是 睽違了20年的WARGAMES铁龙战 至于这场WARGAMES的比赛详细过程 我想就留到以后专门介绍Undisputed Era的时候再细说吧 总而言之呢 在战争游戏中生存下来的优胜组 很遗憾的不是AOP和Rodhry Strong 而是毋庸置疑的Undisputed Era YES 很快就来到了18年的Dusty Rhodes双打竞典竞标赛 这回Rodhry Strong和Pete蛋顶替了Tiler Bate和Tran7的位置 他们淘汰了Oni和Danny Burch 还有Sanity的队伍一口气杀镜的决赛 NXT TakeOver New Orleans Undisputed Era和AOP以及Rodhry Strong跟Pete蛋之间的对决 是一场赢家通吃赛 获胜的队友不仅能拿下锦标赛的奖杯 还可以同时将NXT双打冠军侵入手中 Rodhry Strong就是在这场万众瞩目的三重威胁赛 背叛了他的搭档Pete蛋 加入了Undisputed Era 帮助KOR和Adam Cole独屯的奖杯跟双打冠 加入Undisputed Era无疑是Rodhry生涯中最大的转折点 因为饰演反派才是Rodhry最自然的风格 所以他真的非常契合的Undisputed Era 以上的话都是他们在一次的受访中说的 在Bobby Fish无法参赛的六个月里 他的岗位都由Adam Cole跟Rodhry轮流替代 那替代了Bobby Fish之后 在接下来的NXT TakeOver 芝加哥2 这是Rodhry第一次含为他们的NXT双打冠军 得到了Adam Cole在场外的帮助 Rodhry和KOR顺利保住了Undisputed Era的两条肩腰带 把时间拉回到2018年的4月 WWE在沙地阿拉伯举办了名为WWE Greatest Royal Rumble的Pay-Per-View 在这Pay-Per-View有史上最盛大最多人的皇家大战 也有史上最具延违的竞场 Rodhry是第34位竞场的选手 在被Baron Cobbin淘汰之前 Rodhry也淘汰掉了Rhyno 撇除掉黑洋的胜利和Titus O'Neal的出球以外 观众最有印象的事情应该就是 Daniel Ryan被Rodhry的手刀拍到通红的胸膛了 虽然Rodhry在比赛上只生存了6分钟 但是他带给Daniel Ryan的伤痛程度绝对比那6分钟还来得深刻 之后NXT双打冠军开始有了几次的一手 第一次是在WWE英国冠军锦标赛 Undisputed Era败给了Tiler Bate跟Tran7 让大胡子组合成为了新科NXT双打冠军 只不过就在两天后 在一场感触十足的双打比赛 冠军又再次一手 Tiler Bate为伤势严重的Tran7投出了百毛巾 促使Rodhry和KOR都成为了NXT史上第二组唯一夺的两次双打冠军的团体 更牛的是 这场Tag Team比赛还获得了极高的五星好评 你可以想象吗 在一般的NXT节目上 一场双打比赛 五星好评 Now that is undisputed Rodhry和KOR第二次带冠总共含为了219天 横穿过NXT Takeover Brooklyn和NXT Takeover Wargame 一路守卫到2019年初旋的NXT Takeover凤凰城 Undisputed Era的两条金腰带才脱手给War Raiders 令他们的连胜记录延续扩张 脱手了双打冠军后 Rodhry重新开启了单打生涯 虽然从打起单打赛事后 Rodhry的局势还是有点难看 他跟Adam KOR发生了冲突 而且在之后的NXT Takeover Rodhry又再一次和胜利擦肩而过 确实Rodhry Strong经历了不少的挫折 吞下了不少的败战 不过这一切的劣势始终都不足以拉倒他 相对的 Rodhry Strong就在此时开启了他在NXT最出众的一年 大约在年中期的时候 Rodhry Strong和NXT的一些二线选手 打出了多场质量高超的比赛 然后他开始插入到NXT北美冠军的故事线 Rodhry跟Velventine Dream以及Pete Dunn 在NXT Takeover多伦多的三重威信赛 就如预期一样精彩 后来NXT在9月将播放权转交到 USA Network电视台 节目时长还延展到两个小时 9月18号 也就是NXT在新电视台播放的首一集节目 通过Undisputed Era三人在场外的合作 Rodhry Strong战胜了Velventine Dream 夺得了他在WWE的第一条单人冠军 此生也让Undisputed Era的四位成员 霸占了NXT的所有男子冠军 如果说Rodhry加入Undisputed Era而使他的生涯大幅度胜戒的话 那么赢下北美冠军便是将他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境界 有时间来到了一年一度的战争游戏和强者生存的季节 2019年的强者生存第一次航空的NXT品牌 Triple H率领Undisputed Era以及NXT全体的Roster 向祖秀发起进攻 在多次的进攻中真的可以感受到Undisputed Era的明星气质格外的突出 11月22号 Undisputed Era不只在snackdown赢下了一场霸人的tag team match Rodhry在那之后还跟他在强者生存的对手引发争斗 内攻祖秀的期间Rodhry Strong在NXT也没有闲着 他不仅仅要捍卫自己的北美冠军 同时他还要为Undisputed Era和Tomaso的队伍在Walgames的比赛铺剧行 打完了Walgames比赛的隔天 Rodhry Strong在强者生存赢得了他在WWE至今为止最重大的胜利 这场二线冠军之战混合了过去新日本TNA以及ROH的代名选手 因而被衰弥定义成必看的梦幻对决 带着这份荣誉的Rodhry Strong 在12月25号的NXT打趴的初登场的Austin Terry 再一次成功锁住自己的腰带 在那不久后新的头号挑战者Keeve Lee出现了 尽管Rodhry过往就曾经在Handaijer Covid和Keeve Lee 这两大巨人的一场冠军赛中生存下来 但这一次Rodhry Strong就没这么幸运了 就算Undisputed Era全员出动干扰比赛 也阻挡不了Keeve Lee上位 最终Rodhry Strong成为团体里面第一个流失冠军的人 结束了他126天的韩威记录 不管我在怎么无脑支持Rodhry都好 我还是明白这次的冠军转手是必然的决定 输掉北美冠军之后 Rodhry Strong的发展开始放慢了节奏 他开始杠上其中一个也在对抗Undisputed Era的选手 Valventine Dream 这段小恩怨的基础大致上就是多个月前 Valventine Dream被Undisputed Era全员殴打成一连恶梦 而这次回归 他将复仇对象锁定成Rodhry Strong 至于夸张的是 Valventine Dream每次都把Rodhry的家人印在自己的紧身裤上 内侧的大小不明 但外侧的侮辱性极强 那不管是对上谁 Undisputed Era一贯的作风就是结成狼群围殴对手 他们先前的对手Tomaso Ciampa和Keeve Lee都渐渐有了新目标 就在这样不公平的情况下 NXT选出Dexter Loomis去辅助Valventine Dream对抗Undisputed Era 后来Valventine Dream只把目光集中在Adam Cole的NXT冠军 而Rodhry Strong则是跟Dexter Loomis展开了一段我自认为是偏向娱乐的剧情 在NXT TakeOver In Your House Rodhry Strong尝试干扰Adam Cole跟Valventine Dream的比赛 结果不止被Dexter Loomis打爬 Rodhry跟Bobby Fish都被关进后车厢里拐走 被关进后车厢对Rodhry产生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从此Rodhry对Dexter Loomis有了极度的恐惧 接近全力开始逃离他 完全不敢直视Dexter Loomis 这让Adam Cole和Bobby Fish不得不帮助Rodhry接受心理辅导 这个辅导过程的桥段真的无敌好笑 有时间的观众等等可以自己去找看 Rodhry别无选择 最终还是注定要在NXT Great American Bash面对自己的恐惧 遗憾的是就连皮带也没办法帮助Rodhry Strong战胜恐惧 那闹剧结束之后事情的发展极速加倍认真的起来 Underspeed Era首次转阵对抗Pat McAfee的人马 顺利在2020年的Tag Over Wargames打垮了McAfee的队伍 这局战争游戏的剧情铺垫真的超精彩 但是个详细的过程还是留给下次吧 总而言之Underspeed Era再赢得又一年的Tag Team of the Year 踏入2021年之后Underspeed Era发生了好多好多事 我会在接下来的影片慢慢细说 今年一件令我心碎满地的事情发生了 Adam Cole亲手拆散了Underspeed Era Rodhry Strong后来一直尝试以平行的态度 恳求Adam Cole给出交代 但换来的只有绝情的答案 Rodhry Strong也试图跟KOR谈合一起联手复仇Adam 不料KOR竟然跟Roddy讲说 已经没有什么我们了 这是我跟他的问题 失去了团体 失去了兄弟 失去了可以信任的人 这样的NXT已经不属于Rodhry Strong了 他在4月的时候向William Regal提出的辞职 离开了NXT一段时间 当时有人猜测Roddy是真的玩完了 也有人猜测他不久后可能就会被证召上主秀 反正各种各样的猜测遍布全网 Rodhry Strong的去向最终在6月22号得到了解答 他带领Tyler Rush和Hachiman隆重回归 归来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KUSHIDA 没错 Rodhry Strong建立了新的团体 The Diamond Mine 外加一个经纪人 创造出如此强烈的Impact 相信他们未来必定会对NXT的二线或者双打圈 造成不容小事的影响力 最近Diamond Mine也在和KUSHIDA 以及前搭档Bobby Fish发生冲突 Ohh... Undisputed Era的内战 不只有Adam Cole跟Kayo Ralee Rodhry Strong和Bobby Fish的比赛 我认为也必须受到同等的重视 Adam Cole在最近的采访中 给出了自己对Diamond Mine的看法 他认为Diamond Mine不仅非常符合Rodhry Strong 他还坚决认为Diamond Mine 极有可能是个将NXT彻底统治的团体 我自己则是认为 只要不上主秀任何形式的发展 我都是看好的 没有比上主秀更加惨的情况的 而且我想说 不管Diamond Mine之后被塑造得多优秀都好 铭客在我心中的Rodhry Strong 依旧还是Undisputed Era的那个Rodhry Strong Rodhry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表演者之一 他对这行业的热情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 所以无庸置疑 Rodhry Strong The Messiah of the Backbreaker 绝对是摔角界的未来 And that is undisputed The Messiah of the Backbreaker